只有局限在這個 光台北市政府就有2600多種 這個開放資料 可以練習的 另外當然還有 中央的 所以你可以Google開放資料這關鍵字 裡面一堆的 開放資料 目前剛開始工部門的開放資料 未來也許會有一些 可能一些非營利組織 或者私人機構他也可以開放資料 當然未來你也可以自己開放你自己的資料 那這個開放資料就可以 讓人家可以直接去把你的資料抓下來做後續的運用 那這種我想已經慢慢變成一種趨勢了 那也就是說這個資料是放在網路上面的 那以往你的一般公司行號或公家機關資料庫 通常是放在資料庫 而且資料庫可能只有自己內部可以存取的 那這個開放資料就說我很多資訊 大家都需要的 那我就放 什麼網路上開放資料 所以呢通常會用哪種格式最多呢 目前所知道的最多的是什麼 CSV 我前面講過嘛 因為他跟Excel之間相容性最好 或者是一個Json檔 有沒有 所以你們在那個 開放資料裡面 你也可以看到在 這個我們的開放資料的右 左邊的地方 他有一個叫資料格式 其中的話 其實這個就是最常用的啦 他也好像是用 這個排序好像是最多是PDF啦 不過用PDF的缺點是如果 你要抓裡面資料來用 恐怕不要麻煩一些些 那 可是如果你用CSV 其次可能是XML XML用蠻多的 你也可以可能XML跟 Python要接的話 你可能要去找相對應的模組 他裡面也有一個可以幫你切 裡面的資料 還有一下Excel檔 等等的 所以 Json也有啦 可是目前 坊間用講的比較多的大概就是這個跟這個 所以我們也許因應 我們實際上工作需要 那我們可以把這邊資料把它抓過來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找到CSV相關的資料 那我其中呢找到我剛剛講的就是 我可以 找那個 有關停車的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要把這個停車資訊的部分呢 把它抓下來的話 就這一個 那特別注意喔 這一個 資料我們把它當然練習啦 裡面當然第一個你可能要知道一下 他的裡面的資料 所以我剛剛有預覽 第二個底下有個下載 特別知道他下載他會怎麼樣呢 直接點他 他會自動幫你把他檔案 怎麼樣 直接就下載下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其實是 一個 算一個連結 那這個連結 一般呢 我們連結 超連結都會連接到 副檔名是點htm 或html 是一個網頁 那但是他這個 連結是連結成一個 CSV 所以當你把它點下去 他就會變下載了 有沒有 副檔名是 CSV 那如果說我將來呢 需要把這個東西 拿到Python裡面讓我讀取的話 那其實 你就是怎麼樣 第一個你要先知道他的網路 網路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要怎麼知道網路的位置 特別說 有個小技巧 就是你 在 還沒點選他之前喔 不要按 不要按那個 不要按左鍵 左鍵是下載的 你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這邊有一個什麼 複製 另存的話是把它 另存CSV 然後 那你可以把它複製網址 複製網址之後的話 你在 找個地方我先貼上好了 開個新頁 然後先貼上給各位看 你會發現 他基本上也是一個位置 但是他就是 後面呢 會自動幫你把那個 CSV檔給下載下來 那我們 未來會用到 那個 需要的那個網址 抓資料那個網址 實際上我是從這邊按右鍵 把它複製 我會得到一個網址 OK 然後呢 抓下來東西呢 他就會幫你截取成CSV 那你就可以 把這個CSV檔 再拿來 那個做後續的應用 實際上的例子我們待會來看 另外下載的東西你也可以把 把它開起來看一下 實際上這個CSV檔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那你會發現 他會用預設的 我們內部預設CSV檔的那個編輯器 他就是用 那個Excel 所以Excel裡面你會發現 打開來基本上 就是長這樣子 相刺 然後 停車場名稱 金度維度 所以金維度如果你會 跟Google地圖結合的話 那其實 就可以馬上在Google地圖上面打地標了 所以其實最好是嗎 能夠直接把這個東西讀到Google地圖裡面 然後馬上呢 用那個什麼地圖的相對位置顯示出來 應該會是更棒的 那可以懂了 你們 才會看 甚至可以跟什麼 跟一個App App連接App的話 比如說你現在抓到你現在的GPS位置 然後我想知道我最近的停車 因為其實你這些資料給使用者好了 他看到 他可能就傻眼了 我怎麼知道 最近的停車場在哪裡 所以也許這些資料 未來還可以跟手機App連接 跟Google地圖 互相串聯 那就可以得到一個很方便的應用 有沒有目前有很多 那個什麼 很多的手機App都是這樣寫出來的 像 像紅什麼GoGoRAW GoGoRAW不是 他會很多的那個 他不是加油站 他是換電池站 那換電池最近在哪裡 你比如說騎騎騎騎騎 你不知道嗎 他會用他有一個手機對應的App 他會告訴你說最近的 換電池站在哪裡 然後你可以 就跟著那個Google導航 就幫你帶到那邊去了 這樣子不是很好 所以像出遊 出外旅遊的時候 其實也都需要這些東西 最好你可以出去玩之前 以後的導遊有沒有 如果也會這些東西的話 就請 使用者自己去下載 導遊自己寫的App 然後也跟他講說以後我們就是第一站到這裡 第二站到這裡 第三 你就自己把你的App打開 你就知道我們所有行程在哪裡了 然後裡面的話還有相對應的說明 那以後導遊都不用講了 有問題問一下 沒問題自己看 我以後 不過這好像有點不像不太像導遊了 因為一般的導遊一直講話一直講話 從來沒聽過 不過如果我當導遊的話我一定會先這樣 請你們先自己去看 看完 好像大家都不會 對啊 裡面都有 那如果你怕太無聊 裡面還可以點進去 可能預先錄影 錄影好了 點進去還可以把影片秀出來 導遊已經講完一遍了 不要再講第二遍 把它錄下來 這樣的話你可以少 飛一點唇舌 大家都知道 所以這個這個資料其實後面衍生 蠻多東西的要懂得變化 所以對我來講 一個程式本身就有點像一個螺絲釘 每一個每一個你要把一個系統做出來一個應用 可能你需要學蠻多東西的 不過你目前能夠用的我想你就先 先學會這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第一個 下載這個 然後裡面的話 總共台北市的捷運轉能停車場總共有233-1 反而名稱 232個 旁邊有經緯度 經緯度如果興趣同學 你可以再跟Google地圖連接 比如說我想知道這個位置在哪裡的話 今天你也可以怎麼樣 這個東西我記得好像也可以直接把Google地圖打開 把它貼上去中間加個豆點 他就會連到那邊去了 不信的話可以試試看 不然的話你說經緯度誰看得懂 誰知道這經緯度在哪裡 所以一定要一個實際上的位置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這個資料 從 台北市政府開放資料 幫我 直接下載到哪裡呢 下載到我的 這個 Python 裡面的話 那我要該怎麼做 一 你要先 import 這個 request 這個模組 利用request模組裡面有一個叫 GET的一個方法 把剛剛那個網址貼到他GET方法後面 那GET是什麼意思呢 很簡單嘛 就是我剛剛下載是下載成一個檔案 那我現在不要下載成一個檔案 我要下載到 我的Python裡面 幫我存到 一個變數裡面 所以前面有個HTML 有沒有 就幫我 下載喔 你不要存一個檔 你下載的話呢 就存一個 存到一個變數裡面 OK 然後面告訴他說 那我變數的encoding是什麼 CP950 那我怎麼知道是不是CP950 如果 其實 有時候試了就知道 要不就是CP950 要不就是UTF8 如果他是用Excel去另存的話 一定是CP950 如果他是用那個Google的或者是非微軟的一定就UTF8 這個大概前面有講過 那我就把他怎麼樣 整個整個把它切 因為他後面有一個 前面講過嘛 那個 CSV部分 他後面一定會有個換行 換行前面也有個return Return換行 這個前面有講過你如果要知道說 這相關的訊息的話 比如說我怎麼知道是不是return換行 前面好像有講過說我們可以用那個 那個Nordepad++ 去我先把這個 剛剛那個位置如果說你想知道那個怎麼去切的話 前面好像我們用了另外一個方法 我開啟的話 我不要直接用那個Excel開 而是用什麼 用那個Nordepad++開 那你會發現 當然你也可以用那個什麼 用記事本 記事本開啦 不過記事本他沒有辦法有一些 比較進階的功能 如果我用Nordepad++開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背後呢 你可以在檢視裡面 有一個叫特殊字元 這個特殊字元有點像是一個照妖鏡 把所有的字元都顯示出來 那你會發現 CR CR的話有沒有 其實在這邊的話 就是一個反斜線 這個可能你要自己再轉一下 LF 就是反斜線N 也就是說這個後面有這兩個東西那我需要把他 把他切開嗎所以我基本上我們前面 如果你忘記啊請各位回頭看那個 之前關於那個CSV的那些單元裡面都有講到 應該我看蠻多同學都忘了差不多了 回頭可以 都有相關聯性的 那也不要忘了沒關係啦 其實忘了到再看就可以了 至少你要知道哪邊可以找得到喔 不然的話以後 像我發現以前學程式的人喔 都以為你都記的起來 然後都用你的記憶力去記程式 這是 非常錯誤的學習習慣 因為 你永遠記不起來 那些程式嘛 說真的誰會記的那麼多啦 怎麼辦呢 你還是要找個地方放喔 所以我的雲端不等於你的雲端 我家不等於你家啦 雲端請記得 還是要自己建啦 我只是提供一個範本 盡量啦 你們學過的東西自己再整理一遍啦 不然以後的話 我知道我放哪裡 因為我整理的 但是你們不一定知道 我放哪裡 因為我的邏輯跟你們邏輯有時候也不太一樣 我發現 所以也就因為這樣關係啊 不同老師上課 奇怪為什麼 一樣的東西啊 這個老師上了就跟另外老師上了完全不一樣 他們兩個 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世界的人 其實講的是一樣的 但是就是因為邏輯不一樣 所以很多時候啦 我像我看別人東西 我看不習慣 我一定會把它改成我習慣的方法 一定要全部改寫 不改寫 我覺得很痛苦 就像我拿別人東西啦 那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 OK 所以我的東西都有原創性喔 每一行都是我自己打的 這一點我非常肯定 OK 所以如果你在網路上看到有人教法跟我很像的話 應該不是我學他的 因為我最近有看到 網路上有人 教的跟我好像喔 不知道為什麼 好熟悉喔 這感覺 不過我覺得他教的就有點卡卡的 他感覺有點像是要刻意要模仿 刻意要模仿當然就沒辦法那麼隨性了 好像我教法就有點在 一定的 一定的內容在做一些一些的調整 OK好 那這邊的話大概跟各位說明這邊 所以你可以切 有沒有這邊有切 Sprits 前面講過 切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就一個一個把它輸出 不過你會發現喔 我第一個把它輸出給各位看 輸出會遇到什麼問題 第一個會遇到問題就是 No 有沒有 Module Name Request 有沒有 就剛剛那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東西呢 不是預先就放在 那個 Python裡面的 那就是一個外掛 反正講白一點就是一個外掛 那所以今天要先學會 第一個 如何把一個外掛加到 那個我們的Python裡面 OK 第一個 其實也非常簡單 我的習慣 標準流程 一 你請你按Windows鍵加R Windows鍵加R 應該知道Windows鍵加R Windows鍵那個是 在你的 左下角 第二個Ctrl鍵旁邊 按住他之後 他會跳這個啦 不過我們不知道 我們按住他之後再按R 按住他不要 再按R的話就是 其實就是 執行啦 那執行什麼呢 習慣上是把那個 Kman Kman就是那個 我們的DOS環境 把它叫出來 當然你也可以在 附屬應用程式裡面叫啦 我是覺得 這樣叫會比較快一點點 CMD Enter 所以你打一個 CMD Enter之後 那請你在這邊呢 輸入 剛剛安裝的指令 還記得吧 Pype Install Install就安裝 安裝什麼東西呢 安裝這個東西 如果你背不起來的話 你可以把它 Ctrl C Ctrl C之後的話 或者你打一遍 Request 或者你 這邊沒辦法 Ctrl V 所以這邊要用貼上 這邊只能用右鍵貼上 有沒有 Request 你不能直接 像剛剛如果你要 Ctrl C Ctrl V 他會變這樣子 不能 Ctrl V 他只能用 右鍵貼上 我習慣上就是用 用這樣方案 確保一定不會打錯字 要不然你就打一下 Request Enter一下 如果說你剛剛完全沒有安裝的話 那你就會出現什麼 他正在安裝的一個情況 可是呢 這個也是 同學之前有問過 因為他按了Enter 奇怪老師為什麼你的就開始安裝 我的就沒辦法安裝 第二個問題 就是 這個Pype的指令 他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的那個 這個什麼 這個 我們的 Python的路徑底下 那我們Python路徑在哪裡 Python路徑 我是把它放在這裡啦 Python3632這裡 後來我好像有搬家 我把他再搬一個到哪裡呢 其實我放兩個地方 我後來好像把他乾脆把那個 這個路徑 跟我的那個Python EclipsePython放一起 把他放在這裡 OK 所以我因為我放兩個來 而且他錯亂 那實際上呢 應該是在這裡面的話有一個 我們的指令 這邊的話有一個 指令他可以 Squip Squip在這裡 也就是說呢 我的位置在 在這裡 但是呢 他現在不知道這個 這個位置 所以他也找不到這個東西 那我為了要讓他好可以 比較好找的話 一般會設定所謂的環境變數 那這個環境變數意思說 我以後 不用再 到這個目錄裡面 也可以直接怎麼樣 直接找到Pipe啦 不然如果你 你覺得這個設定環境變數麻煩的話 你可以這樣 這邊把他按右鍵編輯 然後呢 讓他直接怎麼樣 到 先低貿號 先到低跌 因為我在低跌嘛 你就打個CD 空一格 貼上 就CD意思說 Change the rate 就是改變我的目錄到這裡 然後你現在打Pipe 他應該會理你 為什麼因為這個裡面有Pipe OK 他會跑了 不過跑太久了 那如果說 你要安裝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跑出來了 如果你要安裝 你不設定環境變數的話 你可以 就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先找到 我們那個Python3632的路徑底下 然後呢 你可以讓他先低貿號 低貿號意思說我要先到 因為我現在在CD 我要先讓他先到低跌 然後低跌之後在CD意思是我要進到 低跌裡面的這個目錄裡面 OK 目前如果學過DOS應該對這都很輕鬆 那如果你沒學過DOS你可能看到這就有點頭暈了 不過其實道理他應該可以理解 然後你就打個Pipe 他會出現 如果OK的話 你其實 如果你不用改環境變數的話 其實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打一個PIP 一樣 Pipe install 然後request Quext request Enter 你會發現喔 他這個時候呢 也會幫你做什麼安裝 你會發現 安裝了 百分比出現了 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會連到網路上面 去幫你把那個 這個模組 整個把它下載下來 之前還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那如果沒有連上網路可不可以安裝 可以嗎 一定是不行的 因為他是連到網路上 你如果沒有網路 那當然他就抓不到這東西啊 因為他是去幫你到網路上把他抓下來 OK 所以沒有網路當然一定是沒有辦法 這個問題 OK 好 不過他問的問題也沒有錯啦 其實當然 有的時候 其實這個 這個就是 那 這個剛剛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不去修改 環境變數也可以做到 可是 一般書裡面 當然習慣是會設環境變數啦 不過其實如果你也沒有常常裝 你這樣就好啦 對不對 可不可以可以這樣就過了 但是如果你要經常先安裝的話 還是設了一下環境變數 那怎麼設定環境變數 我這邊有啦 有沒有在 06 所以你就照這個做就可以了 所以 剛剛 這個是沒有安裝的 然後如果你要環境變數的話 你就是 1 先到哪裡呢 到這個系統 裡面的進階設定 環境變數 再把PACE編輯一下 把剛剛的路徑嗎 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就這個圖 會不會做呢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因為 一般書裡面呢 也是放這個圖 也是長這樣子 但是很多人看了還是看不懂 對 好 做一次給各位看 一樣你要先找到你剛剛的那個 我們的哪個地方 這個這個 就是你的 這個 Python的3632這個路徑 底下的script 這個 再來按右鍵編輯一下 這個一定要做 這個反正不管你是 用剛剛的方法 方法1 還是方法2 你一定要找到你的pipe放在哪裡 這個pipe 就是他啦 安裝就靠他 所以你一定要先找到他 然後2的話呢你就是 把它按右鍵 編輯我習慣編輯把他的 這個路徑複製一下 複製好之後的話呢再到哪裡呢 再到我們的 這個我的習慣是 到我們桌面上面這個電腦按右鍵 右鍵裡面有個內容 不過好像現在現在很多上課的地方都灌成win10 win10好像又換了一個位置 不過也是一樣啊 按右鍵內容 那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他會跳這個畫面 OK應該沒問題吧 找到進階 系統 設定 裡面的環境變數 所以就剛剛我那個圖嘛 環境變數裡面呢 會有一個passe 有沒有我剛剛不是有個passe 不過你會發現 為什麼這邊沒有passe呢 如果沒有 如果有你就編輯 如果沒有你就新增 新增的名稱叫passe 這個passe一定要叫passe嗎 沒有 你叫p也可以 你叫a也可以 這個名稱 你自己可以取 因為我們是要設定路徑 所以一定要叫passe 盡量叫passe 不過可不可以寫中文呢 Python的 什麼什麼 執行路徑 其實我沒試過中文 我想應該可以啦 只是說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想要試一下 中國的相容性的話 可以打中國名稱 沒關係 變數值是什麼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就好了 貼上的話呢 我再確認一下 會不會需要有一個 這個反斜線一定要加 貼上的時候呢 還要記得 很關鍵的就是 這個反斜線 一定要加我記得好像沒有加這個反斜線 也會出錯 因為如果沒有加這個反斜線 意思 指的是 什麼呢 指的是這個的前一個目錄 就是指的是這樣子 那他裡面沒有pipe 那如果你加一個跟目錄意思說 我要在這個script的裡面 OK那是不一樣喔 可以懂嗎 你會發現很多地方差那個反斜線 結果就完全不一樣喔 OK 這都是細節啦 因為很多說 奇怪 老師你的東西都一樣 我也照錯 為什麼錯 差一個反斜線 OK 很多地方都差不多 路徑的問題都差不多 好 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反斜線可能要注意一下 按確定 好啊就會有個paste 如果有個paste你按確定喔 再按確定之後喔 那你就可以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切回到C冒號 Enter 那你想說PIP Enter會不會過呢 他還是找不到 為什麼 沒有 因為要把他關起來 重開 因為你 已經打開了喔 他剛剛讀的是舊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要 OK的話 你就是變成 Windows鍵加R 再Enter一下 我記得好像這樣就可以 PIP先打一下 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出現了 有沒有看到 可以的吧對不對喔 然後如果說你要再安裝的話 你就是PIP 這個時候不用打什麼 DMO號 CD到那個目錄 然後再PIP 不用了直接打了 環境變速意思說 前面那個步驟不用做 然後呢 你就直接打個install 然後request 不過剛剛已經裝過了 Request Q U E S TS 如果你在裝他會出 出現說你已經安裝過的訊息 有沒有 他跟你講說 Cannot find 這個新的 因為如果你在裝他就問你說 他可能會認為說你要是抓新的版本 不過如果說你要把他解安裝的話 其實加個 Un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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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你要反安裝的話 假設你要把他移除的話 Request U U E S T S 加一個 Un的話 意思就是說 你要把他解除安裝 這個可能比較不是那麼重要 那 因為大部分沒有了沒事就把他反安裝 只是我讓各位知道一下 也可以反安裝 那反安裝你如果 還可以再安裝一次 所以如果你希望不斷的練習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 至少練習個十遍 以後你就不會忘記了 如果你練習超過 10遍以上的話 那應該這個東西你就永生難忘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我這邊打錯了 打 這打錯了 Rein A 這樣才對 對好 那後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剛剛這地方 來 來 呢